2018年9月9日,阿布哈兹共和国总统府发布消息称,该国总理根纳基格古里亚在古达乌茨基区第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 据总理府卫队的工作人员表示,跟纳基格古里亚早先前往许利亚参观访问,交通机外发生在他结束国事访问回程途中。 格古里亚2018年9月8日,格古里亚总理一行人自大马士革,乘飞机抵达索泄机场后,在总理卫队的护卫下,乘坐专车赶回阿布哈兹,当地时间晚上11点左右,交通事故不幸发生。 阿布哈兹政府新闻发言人赞塔利亚表示,车祸发生后,格古里亚一行人,便被紧急送到医院治疗,送医时。 格古里亚仍然活着,他是在快要抵达医院的时候不幸去世的。 目前,总理的司机和警卫仍留在医院中,他们的生命特征较为平稳,哈吉姆巴与阿萨德签署承认协议,被阿布哈兹看作为重要成果。 阿布哈兹总统老二哈吉姆巴与向外界透露着,他目睹了这起事故的全过程,在他看来,本次车祸并非暗杀或恐怖袭击,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一辆可能失去控制的轿车,突然闯入总理车队引发的。 根据阿布哈兹检察局调查后做出的初步结论,尽管交警已通过血液检测,排除了肇事者最佳的可能,但这位驾车撞向格古里亚总理乘坐车辆的轿车司机已被证明是选独驾。 普京与格古里亚领车祸巨士的根捺基格古里亚总理出生于1948年,他曾在1995年到1997年,2002年到2003年,担任过两次阿布哈兹总理,并于2003年到2004年担任阿布哈兹的实际领导人,第三次担任总理之前。 格古里亚长期担任阿布哈兹共和国工商业协会的会长,在该共和国位高权重,长期被看作为普京,在阿布哈兹的重要代表,2018年9月9日,作者,刘鹏。